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对风的探索从未停止 今天 人类依然崇拜风的力量 以前人不可企及的方式 竭尽所能 开发这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 中国 世界上最早利用风能的国家之一 从万里海江 到世界屋迹 风能正在为这个国家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注入绵绵不绝的透明动力 一天的时光 在热闹的渔火交椅中开启 刚从南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虾背线 不到一小时 就端上岳高澳大湾区的餐桌 而这座海滨小镇 为大湾区输送的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阳江市沙爬镇以南26公里 海风净略 风机高速 三峡阳江沙爬海上风电厂 中国首个百万千瓦骑 海上风力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 一百七十万千瓦 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约47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满足约200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需求 澎湃的电能 出自这片海域的269台风电机组 这个家族中的新锐力量 是43台七兆瓦 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让他们逐浪踏海的 是一家身处四川盆地 去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 风电制造企业 我们国家这个有很长的海岸线 海上风电师院有七亿多千瓦 总书记这个3060 这个双碳目标的提出 对我们风电行业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国家每一年的这个清洁能源装机 会超过一亿千瓦以上 叶轮直径186米 叶片总长91米 扫风面积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 每小时发电7000千瓦时 刘石洪他们研发的 7兆瓦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动力强劲 为整座风电厂提供21%以上的发电量 然而 如果只注意到这些充满力量的数字 则可能错过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在风电机组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 体型巨大的叶片实在难以低调示人 它是机组的心脏和动力来源 一个由外壳 主粮 腹板 机体 心材等组成的宝壳结构 叶片尺寸越大 捕获的丰能越多 而要保证叶片在特殊的环境下 长期运转 长达20年不断不劣 制造者必须为其寻找到 能堪此刃的特殊材料 方形储存箱里 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还养树枝 风电叶片制造的关键核心材料 其性能直接决定着风电叶片的质量 风电叶片用的还养树枝 这个东西就类似于我们做千层底的这个浆糊 这个材料 在风电叶片来说是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 这个产品是被国外这些化工巨头所垄断 我们立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经历了很艰难的几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科技可征大国未来 作为21世纪三大关键技术之一 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新材料不仅是决定一国高端制造的关键因素 更是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 然而 风电叶片关键材料供应链的命门 长期被欧美企业掌控 打破技术封锁与垄断 增强掰手腕能力 把关键核心技术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十多年 中国风电叶片制造企业 在必争领域后发先制 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长达672小时的试验已经开始 从一滴液态原料 化身可供试验的固态样品 还养树枝必须熬过漫长的深度测试 关卡二十多道 只有一次性通关 还养树枝才能有资格成为风电叶片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就像功夫片里的闯关破阵 当量值测试结束 活性满足指标 流变性能测试完成 符合贯注工艺要求 在最基础的多道试验中 还养树枝得心应手 表现不俗 紧接着 它还将再混合配比 真空脱跑 真空管住 加热 固化灯工序中 完成进一步蜕变 当与增强玻璃纤维充分结合后 此时的还养树枝 从外在形态 到内部分子结构 已经发生颠覆性改变 转而成为玻璃缸复合材料